三月初买了这台海信的S550三匹贵机 之所以选择海信是因为家里面还有一台十几年前的老海信 这么多年过去不管是制冷还是制热的效果都是杠杠的 总花费5000块钱 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可以说选择的范围非常广 我也是对比了各大平台各种型号 最终还是敲净了这款海信 三月四月本身就是淡季 所以说不管是快递还是安装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先说一下这款空调的几个重要数据 大家仅供参考 先说内机 上下分区送风 送风口相比较其他品牌算是比较大的 一键防直吹 这一点对老人和孩子都是比较适合的 支持一键自动清理 同时手机也可以下载APP远程遥控 冷热模式 外加单独送风 这个配置我感觉应该是中端空调应有的配置了 关于外机是双排通管并非1.6 之前也看过很多朋友的拆机 感性的空调中规中矩 没有大优点 但是你也挑不出来小毛病 外机的风扇是沃龙的支流电机 使用的是毛细管 并非是电子的膨胀阀 其实我个人感觉吧 比跟上讲 毛细管应该比膨胀阀更加的耐用 外机的整体重量是42公斤 在同级别的空调当中 应该算是中流往上的水平 关于安装的抽真空 安装师傅也是比较细心的 1.5升的真空泵 一共凑了30分钟 本身嘛 三月份支持战机 两个安装小哥也是不慌不忙的 如果说等到七二月份空调忘记 估计安装速度要比较快多了 怎么说海信现在也算是老品牌了 不管是电视还是空调 应该算是人尽皆知了吧 而且海信也是国内首批研究 电瓶技术的创家 或许是海信电视 真的是太出名了 所以说把空调给压下去了 5000块钱的价格 三匹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之所以选择海信 看重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从总体做工到核心技术 海信应该算是能比较值得信赖的 目前自冷和自热都体验过了 出风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点个赞 谢谢路过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下期我们再见